好,欢迎各位同学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接着讲Motion,这节课我们讲解遮罩动画 好,上节课我们已经讲解了关键真动画的一个实际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就是行走的橘子 怎么样,大家能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制作出一个行走的橘子吗? 好,那这节课我们将带来的是遮罩动画 我们先来看遮罩动画都有哪几个案例呢? 首先就是简单遮罩,将要告诉大家什么是遮罩动画 那么下边第二个案例就是建立圆形遮罩 好,第三个案例就是通过遮罩建立转场 这个在制作Motion Graphic动画中也是比较常用的 好,下边我们来看一下案例 第一个简单遮罩 好,第二个案例就是圆形遮罩 转场遮罩 我们再来看一遍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入Motion 5 我们现在就来讲解遮罩动画 我们先把这个项目改变一个背景色吧 我们先建立一个巨型 我们修改这个巨型的颜色 改成一个轻颜色 让它的颜色 让它的颜色变得浅一些 我们再来修改一下它的颜色 调整一下,让它变得浅一点 好,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轻颜色的背景 那我们再来建立一个巨型 首先要为大家讲解的是遮罩 那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建立遮罩的地方工具 这个里边有很多遮罩的形状 可以供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圆形 然后拖拽一个圆形试一下 看这个巨型直接就被遮罩成了一个圆形 在这个地方还可以让它选择遮罩混合模式 我们如果选择减 选择减,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巨型被挖空了一个的感觉 对吧,还可以变换其他的模式 好,我们现在选择减 好,在这个地方 反转遮罩 我们来看点击反转遮罩会有怎样的效果 好,再往后看 这个地方还有语化和散开两个选项 我们都可以进行拖拽,进行尝试 我们把它重新复原为0 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 这个遮罩还可以为遮罩建立关键针 那么我们下边就来为遮罩建立关键针 来尝试一下,看看是怎样的效果 我们选择属性 下边打关键针这个地方 都可以为遮罩进行关键针 那我们先来建立一个位置上的关键针 然后在时间轴向后拖拽 再打第二个关键针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有旋转和外轴 XY轴上的变化 好,我们对第二个关键针的位置进行编辑 好,此时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遮罩的形状也有了一个位置上的变化 我们对整个涂层进行细微的调节来看一下 我们让这个遮罩运动的稍微快一些 我们再来看 在画面上 遮罩就有了一个行为运动的路径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所建立的遮罩 同时遮罩也可以添加路径行为 添加关键针 遮罩都是可以被编辑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个工具是用来建立遮罩的一个工具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们把第一个遮罩删除掉 我们现在再来讲解 第二种建立遮罩的方式 我们再来绘制一个圆形 选择巨型 选择圆形 把它重新拖拽一个群组 然后选择巨型 点击右键 选择添加图像遮罩 好,此时我们就添加了一个遮罩涂层 那么就需要把你的遮罩源拖拽到遮罩源之中 那么这个巨型就被建立上了一个遮罩 我们尝试一下把群组二拖拽到遮罩源之中 好,看画面上什么都没有了 对吧 好,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如果不是群组 那么我们把圆形直接拖拽到遮罩源之中 在画面上也是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遮罩混合模式 在这个地方我们选择减 看到巨型又重新出现了 那么我们的圆形呢 我们的圆形来编辑一下 它在时间轴上的位置 好,我们选择圆形 然后对圆形也同样添加位置关键帧 然后把圆形拖拽 好,现在能够看到 在画面上 圆形所在的位置 也变成了一个遮罩 对吧 它和巨型产生了一个遮罩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 圆形此时就变成了巨型的一个遮罩源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解的知识点 遮罩 遮罩建立的两种路径 一个是直接通过遮罩编辑器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建立遮罩涂层 添加遮罩源来建立遮罩 好,现在我们把这些涂层全部隐藏掉 再来编辑下一个遮罩的样式 我们同样选,我们先选择一个巨型 选择形状 修改一下 它的几何形状中的圆形 就是修改这个巨型的四角 让它变得圆一些 然后添加一个文字 我们输入麦子学院 好,对它的样式可以进行修改 我们编辑一下它的颜色 让文字变成黑色 修改一下字体 好 编辑文字大小 看到了 这时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巨型和一个麦子学院的文字 此时我想要让巨型中的麦子学院变成巨型的一个遮罩源 看着我是怎么操作的 首先选择巨型 右键 选择添加图像遮罩 然后把麦子学院拖拽到遮罩源之中 修改遮罩混合模式为减 好,看到此时 巨型就有了一个麦子学院的遮罩 我们随意拖拽文字 文字都是被抠空的一样的感觉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没有背景色 它会是怎样的效果 我们现在再来对背景色改变颜色 能够看到麦子学院四个字是跟随背景而变化的 这就说明这个巨型是被抠出了一个麦子学院的文字 好,此时我们再对群组添加遮罩 好,群组现在也有了一个遮罩 那么我们再添加一个群组 然后新建立一个巨型 然后对群组三的图像遮罩 进行遮罩源的编辑 然后把遮罩混合模式修改为减 这样我们来拖拽群组三试验一下 看到了群组三会被我们之前建立的巨型 而被遮罩住 对吧 那现在我所建立的就是遮罩中的遮罩 好,此时我们再对群组三进行关键帧的编辑 让它有一个平行位移的效果 好,让它出来再进去 我们让它有一个出入的效果 我们再来播放试一下 我们现在再来为群组三的关键帧进行一个编辑 我们来到关键帧编辑器 放大一点 我们对群组三的位移关键帧进行 被塞尔曲线的编辑 好,已经编辑完成了 我们再来播放试一下 看到麦子学院就有了一个进出的关系 同时它是被巨型所遮罩住的 好,这就是这节课为大家介绍的 如何建立两种遮罩方式 同时也为大家编辑了遮罩中的遮罩效果 希望大家在课下对遮罩动画进行多多的练习 多去尝试建立遮罩动画 那么下节课我再将为大家继续带来遮罩动画的第二部分 好,同学们下节课见 Xin各位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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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